比較難得唱台語歌 特別選了這首歌 滿特別的 侯媽 徐偉翔 為什麼選這首歌 這首歌是要送給我媽媽的 對 因為我其實在 國中的時候就是 我媽媽讓我去念了一個 體制外的教育的學校 什麼學校 全人教育中學 對 就像小時候 對 就放養嘛 對不對 對 比較徵入小朋友的自然發展 沒有太多的規範的考試壓力 對不對 對 她希望我在那邊 自由地成長 然後知道 很開心 每天也不用不公開 對 對 都不上課 沒有壓力 是 那 怎麼跟這首歌有關嗎 對 然後後來我就 決定說我高中想要去念一般的 體制學校 後來 我就跟我媽做了這個決定 結果我才進高中 就是第一學期我就快念不下去 是妳要求要去念 對 我自己要求的 結果後來發現 我好後悔 我好想 回去 又回去這個 對 沒有 我很想回去 可是我媽就跟我講說 因為那個 體制外的教育學校的 學費其實不便宜 然後我媽才跟我講說 我們家是貸的款 讓妳去念 那現在妳沒有機會了 所以那段時間 就一直跟我媽一直爭吵 起衝突啦 對 就是吵得非常兇 然後後來到了 最後我們才決定說 好 讓我去轉到夜間部 然後我跟我媽的情況才慢慢改善這樣子 當下會這樣想嗎 就是說其實跟媽媽起爭執是妳不懂事 當下當然不會這樣想 是什麼時候才發現妳這個是不對的 我當兵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一高中畢業就入伍 然後我就那一段時間我才知道說 妳自己理解的呢 還是有看到什麼事故點心妳 沒有 我自己笑話出來了 對 就是很感謝我媽那時候 把我逼著 其實她說 妳真的要再回去體制外也是可以 但是我就是不讓妳回去 是 蠻不錯 有深思理解跟反省的功能 對 媽媽也是要讓妳學習 妳要為自己的決定負責任 不能說 我現在要學這個我就學這個 我覺得不好我就不喜歡 也是這樣講 對 將來她也會有小孩就知道了 不過還好等到現在已經理解了 首先請到荒山亮老師請做講評 我一想今天是和牛 它是一個八六拍的節奏 他有一點點 淘淘淘淘 disc 那個菇屏的東西 那妳前面一進來 敍敍敍敍妳來笑 就是要有那個菇屏 但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 這種歌唱起來就覺得平淡無味 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我今天在聽你前面的很多表情 你就會 而且你有個習慣 你如果不確定的時候你就會脫拍 你就會故意去做一些表情去掩飾它 但是在別種歌曲 有一些慢歌也許可以這樣做 那這種歌曲它的韻律必須很清楚的時候 你如果這樣做的話 反而會更讓聽的人抓不到輕重 這是我要提醒你的 陳寅謙老師請 偉鄉 其實這首歌曲 聽你唱沒有負擔 就是很輕鬆 很能夠拿捏的歌 可是聽起來就是像 黃老師這樣講的 沒有發揮的遺地 不像你上一首你唱的那一曲 就是有爆發力 這首歌聽起來就是很清淡 很難發揮你的優點 加油 謝謝老師 好 這張黃牌 目前金帥雲昕是90.6 林美森是89.6 我們看看徐偉翔這首歌能獲得幾分 評審請給分 今天演唱了一首送給母親的歌曲 快速來到8889 90 91 小數點繼續跑 恭喜得到91.6分 也就是林美森累積的第二張黃牌 是 我們要在這邊宣布 美森要離開我們那麼旺的舞台 是 來兩週比賽 我們都聽了妳的歌聲了 是 好像是比較緊張吧 對不對 就是很開心能夠再回來比賽 那我也希望呢 自己能夠再歌藝再進步 然後把我的穩定度練好 還有我氣的問題 對 然後我 如果有機會的話 希望可以再回來比賽 謝謝 對 其實有什麼問題 可以私下請教老師 他們也不吝嗣教 總之要教出學生好學生 是 也謝謝美森 謝謝你 來 再次掌聲謝謝美森 也恭喜徐偉翔 91.6挑戰我們的冥冥者 三位稍微休息片刻 謝謝